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一话题热度太高 第二十条反超熊出没的词条 甚至陆陆续续霸绑了各大网络平台的热搜排行榜 当然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在上映十几天后 还能够创造票房逆袭的奇迹 除了电影本身利益很高 让大家明白法不能向步伐让步的道理 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之外 演员们精湛演技 也是这部作品备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是以这部作品票房逆袭 虽然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但是也在情理之中 而随着第二十条票房的逆袭 不少圈内人士也纷纷开始对这部电影做出评价 而导演王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 王金的发文中 他用短短的一句话 便戳穿了赵丽颖今年春节 凭借着第二十条再次爆红的真相 2月21日凌晨 王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对今年的春节当电影做出了评价 在王金的发文中 只提到了今年春节当电影 目前票房第一的热辣滚烫 和票房第三的第二十条 对票房排名第二的飞驰人生 只字未体 对于热辣滚烫 王金表示 贾琳为了这部电影拼命减肥打拳 各种宣传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 值得拿到好的票房回报 只不过在王金的眼里 果实张艺谋导演的作品第二十条 相比热辣滚烫要更加出色一些 甚至可以说 这部作品 是张艺谋导演这几年来 最好的作品 并且将给予年前大火的繁华 放在了一个层次 当然 王金给予第二十条如此高的评价 也是有原因的 题材上来讲 第二十条题材尖锐 脉络清晰 各个演员都很有戏 张艺谋的导演功力愿王金钦佩 而第二十条这样优质电影电影的出现 也让王金燃起了对中国电影的期望 除此之外 王金还对第二十条中的演员 做了点评 给予了第二十条主演雷佳音和玛丽很高的评价 尤其是玛丽 王金言语中直接表达出了对玛丽的喜欢 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玛丽饰演的小女人 因为玛丽饰演的小女人 和王金媳妇而性格非常相似 这样女人 虽然平时喜欢欺负老公 但是却绝对不愿意自己的老公 在别人面前吃亏 玛丽这一次的表现 可谓是演技大爆发 对于雷佳音 王金则觉得她在剧中 将那个处处为求全的小男人形象 演绎得非常精彩 可以说 在王金看来 雷佳音在第二十条中的表现 是雷佳音出道这些年来 最精彩的演出 而在评价玛丽和雷佳音演技的同时 王金也为两位主演表达了惋惜 因为在王金看来 两人的在剧中的角色 不亦讨好 即便是两人表现出色 也很难出彩 但是对于作为第二十条特别主演的赵丽颖 王金的评价却着实是算不上高 在王金看来 赵丽颖这一次能够爆红 只是占了个眼残疾人的新鲜感 甚至还表示 赵丽颖的拿手本事 就是楚楚可怜 是已在第二十条中 赵丽颖自然很是强劲 可以说王金话里话外 似乎都是在将今年春节赵丽颖的爆红原因 归结到角色讨喜 而赵丽颖正好擅长上来 当然 王金的话 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在第二十条中 赵丽颖一改之前 一出场便是自带光环的大女主风格 开始塑造底层的小人物 饰演了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 听障母亲郝秀平 这样的角色设定 对于看惯了赵丽颖眼光鲜亮 里大女主的观众来说 确实非常新鲜 而楚楚可怜 也确实算得上是赵丽颖的拿手本事 在第二十条中 她将郝秀平身上的那种破碎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郝秀平被逼到左头无路那段戏 可谓是赚足了观众们的眼来 所以王金说楚楚可怜是赵丽颖的拿手本事 却也没有错 只是细发赵丽颖的过去 你会发现她给人的新鲜感 却不只是在第二十条中 她的拿手本事 当然也不只有楚楚可怜这一项 作为一个从社会最底层 一步步走出来的大明星 赵丽颖似乎一直在给人惊喜 在赵丽颖给众人的惊喜中 最大的惊喜 莫过于她从社会最底层 一步步成为大明星的晋级之路 赵丽颖出生于农村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根本不懂怎么培养孩子 是以赵丽颖小时候 根本意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 不过即便如此 赵丽颖还是浑浑乐读了中专 有了接触城里同学的机会 在读中专的时候 赵丽颖明显感受到了农村孩子的生活 与城市孩子生活之间的差距 是以赵丽颖诞生了想要改变命运的想法 19岁那年 赵丽颖为了改变命运 报名参加了某电台举行的选秀比赛 也就是通过这次比赛 赵丽颖以选秀冠军的身份 签约了话语 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只是 没有背景 也没有演戏的经历 仅仅只有选秀冠军头衔的赵丽颖 在华裔并不受重视 更何况长着圆脸的赵丽颖虽然还算出挑 但是却不是演艺圈热衷的类型 一次赵丽颖被剧组安排去小山沟里拍夜戏 在赵丽颖到达剧组之后 却根本没有人去管赵丽颖这个小透明 是以赵丽颖只好穿着棉袄 自己一个人在剧组的石头上 试了一个晚上 好在这些挫折 并没有让赵丽颖退缩 反而激起了赵丽颖的斗志 为了能够改变自己在娱乐圈的处境 赵丽颖开始拼命拍戏 因为想要将自己拿到的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好 赵丽颖把自己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拍戏上 之后 赵丽颖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捧起剧本 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角落里不断钻研 努力去感受角色的内心活动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 不仅如此 在拍戏的过程中 赵丽颖不论多么危险的戏份 都会坚持亲自上阵 只为了能够给观众们呈现更逼真的拍摄效果 这也让赵丽颖因为拍戏 受了不少的伤 而赵丽颖背后的那个突起 便是赵丽颖在拍戏时候 受伤导致的 就这样 赵丽颖默默努力了七点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赵丽颖也塑造过不少的小角色 比如《金婚》中 可爱灵动的佟多多 越南王中国 《明艳动人的小皇后》 《春去春又回》中 性格温婉的人吉儿 索青秋中 聪明机灵的小丫鬟文艳 家旗如梦中 性格叛逆的安安等等 可惜的是 虽然赵丽颖将这些角色塑造得很好 但是却并没有在影视圈里 掀起什么水花 直到2011年 赵丽颖才终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春天 这一年 赵丽颖将《心还珠哥哥》中 秦格格的端庄大气 知书达理 展现得淋漓尽致 赵丽颖这才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